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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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 小時候 因為父親規定我每天晚餐前要完成作業 於是放學後 我總是那個第一個要回家的同學 父親是一名公務人員 生活嚴謹又規律 老范要走了 對我總有很多要求與規範 記得那天 吃飯 我因為貪玩 而沒有在晚餐前完成作業 餵豪 今天的功課寫完了嗎 寫完了 你知道你今天犯的最大的錯 不是你沒有寫完作業 而是你不誠實 今天晚餐我們都別吃了 尾豪你要記住 我們做人最重要的基本原則 就是誠信 爸爸我吃過了 儘管父親很嚴格 卻也很溫柔 吹泡泡 吹泡泡找摳鳥 爸爸我要吹泡泡 這多少錢 十塊錢 謝謝 老闆 你多早了 啊 感恩喔謝謝 印象中的父親 總是這樣鋼正不合 又千功有禮 然而 隨著時間的長河 我也長大成人 歲月 也蒼了我父親 我來了 爸 我今天升官了 那你要記得 要感謝長官的提拔 也要心存感激 知道嗎 我要啦 畢業後 我進入一家民間公司的採購部門 從基層做起 你這是找到的新廠商 為公司節省不少採購預算 解決公司財務困難 雖然很快就受到老闆的重視與提拔 但隨之而來的 也是更繁重的工作壓力 喂 爸 怎麼了 爸 欸 醫生 請問是范琪的家屬嗎 醫生 我爸怎麼了 你爸爸因為急性中風的關係 他現在有腦部受診的情況 最差的結果 可能會是植物人 庞大的醫療費 長照費用 以及工作醫院來回奔波 讓我心裡憔悴 對不起 今天標誕說明會就到這裡 請各家廠商回去之後 再麻煩貝琪剛剛所說的資料 謝謝各位今天請安參與 范學人 這次招標會您辛苦了 聽說 你爸爸最近身體有一些狀況 我送了水果禮盒 做到早日康復 另外 這次招標會 我們公司還請范主任 多幫忙 二馬要不要吃蔥花麵包 生命不脆弱 也許什麼都沒有 還有夢 張開雙手擁抱希望光芒 勇敢的溫柔 相信真愛永遠照亮了寂寞 而讓自己冒冷 你放心 再苦 我都絕對不會做對不起良心 能讓你蒙羞的事 在心中 小飯呢 這些錢是給你的獎勵 希望能幫你渡過難關 我知道你對公司一向盡心盡力 有什麼困難 儘管跟我說 知道嗎 別讓心中的愛被封鎖 苦痛會被帶走 愛不為所動 燦爛的彩虹 真心 讓我做出正確選擇